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句 下一句话说 He has to deduce what he can from the few scanty clues available 咱们先看这句话的语法成分分析 这个白颜色的正体字 还是句的主干结构 他就是当代历史学家了 刚才的Historian用的单数 所以这里代词用he 推断出what he can 这个黄颜色的是冰语松句 后面这个from开始说 句末的谐底字是一个状语 从什么中呢 从这些很少的 不充足的那些线索中推断出 后面还有一个话横切的 available 这是后知证语依然修饰这个线索 从这里面推断出 他究竟能做些什么 这句话中我们重点来看看 后面那个available 这个形容词 为什么当个形容词 跑到了名词的后面呢 咱们知道有一类形容词 就是ABLE 有的时候是IBLE结尾的 反正ABLE 什么可以什么什么的 这些形容词 它的位置灵活 即可以放在名词之前 也可以放在名词之后 一般来说 差异不太大 个别的可能不一样 但既可以放在名词前 又可以放在名词后 它的位置比较灵活 所以一般来说 这个名词前有其他的形容词修饰时 一般来说 这些ABLE或者IBLE结尾的形容词 就一般后置了 它都放在名词前 不头中脚清了吗 别的形容词一般放在前面 但这种形容词好脾气 前后都行 你要在前面呢 我就到后面来 它前后都行 所以一般有其他形容词修饰 它一般多用后置结构 本文中前面有Fill和Scanty 两次修饰 那么available就后置了 尤其是在这个名词前 在有形容词最高级修饰的时候 这时候一般这种ABLE和IBL的形容词 一般都后置了 一般都后置了 我们再看看第四册 第33课中的例子 第四册33课叫教育education 看这个片段 它说 The most democratic form of college imagineable 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 最民主形式的大学 前面有个复杂的修饰语 The most democratic form of 复杂的修饰语 那后面这个imagineable 就放在名词后面 imagineable也是ABLE结尾的一个形容词 而且特别是名词前面 最高级出现了 后面把它一般就后置了 能想象得到的最民主的大学 这个我们再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能想象得到的最文明的社会 能想象得到的 咱们换一个 不用imagineable 用conceivable conceive也是设想想象的意思 我们可以说 the most civilized society conceivable 我们能想象到的最文明的社会 那么形容词 这个名词前有另外一个形容词修饰 而且尤其是形容词最高级 那么这种形容词一般后置了 再比如说 我们再说一个 能找到的最有才华的人 the most talented person available 能找到的 有的 存在的 最有才华的人 再比如说 the farthest are visible 能看到的最远的星星 能看到到的最远的那颗星 visible 你看IBLE结尾的 形容词一般也后置了 一般也后置了 好 看下一句 他说 even seemingly insignificant remains can shed interesting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early man 甚至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一些遗迹 也可能会揭示早期人类历史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这个even seemingly seemingly这个词呢 我们在24课贵中骷髅见过 叫表面上怎么怎么样 它暗示其实不是这样的 看似微不足道 但其实特别重要 这个意思 表面上怎么样 咱复习一下 118页24课课文的第一行 118页24课第一行开始 我们常常在小说中读到 这个Hell引导的是 做瑞的病狱从具 就如何一个表面上很体面的人 或者家庭 有某个可怕的秘密 而这个秘密 像陌生人隐瞒了很多年 表面上体面 但是其实做了一些龌龙的事 其实不体面 你看表面上暗示 其实不是这样 本分钟还是这个用法 那insignificant就是and important 不重要的 remains 后面那个词 第三课 这个无名女神讲过 叫遗址或废墟了 遗迹 微不足道的遗迹 都会怎么样 都会揭示早期人类历史的一些趋势 early man 这个man在这不是男人 而是人类 表示人类 可以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那么前面出现了一个 我们在32课讲过的 这个揭示 shed light on 当时说了 这个shed可以换成throw 或者cast 这三个词都可以表示扔啊 投掷啊 或发射啊 什么洒出去啊 这个意思 那么shed可以表示发射 把光线照射到这个东西上 throw是扔过去 cast 投掷 把它撒出去 撒网叫castnet 都可以 把光线投射到这个东西上 叫揭示了 非常好记 才来自视觉园里嘛 原来一大片漆黑 现在光 啪 探照灯 打上去 看清楚了 揭示真相 可以用它 咱们这个本文中呢 是把有趣的光线投射上去 就揭示了一些有趣的事呗 揭示了早期人类历史的一些趋势 就好了 咱们看几个考试真题 先看一道六级听力真题的片段 看文字簿就可以了 你看怎么说 Figuring out how humans acquire language may shed light on why some children learn to read and write later than others Figuring out是搞清楚弄明白 我说弄清楚了人类是如何获得语言的 可能怎么样呢 会揭示出为什么有一些儿童学习读书和写字 比其他儿童要迟一些要晚一些 揭示shed light on 把光线照上去 揭示真相 好我们再看的 在另外一个六集的阅读真题 阅读理解真题的片段 Groundbreaking research by two friends geophysicists promises to shed some light on the mystery Groundbreaking是突破性的 咱们不是在以前讲 break new ground 叫做开拓性的工作吗 打开了新天地 开拓性的研究research 但是英国人会懂得论research 美国人懂得论research 终于在前面 这个词要么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要不能可数也一般只用在复数researchers 他一般不用什么one two three来修士 在这当不可数是对的 两位法国的地球物理学家 GEO比较大地 physicist不是物理学家吗 地球物理学家的突破性的研究 promise to do promise to do 咱们以前说过 如果人做主义的话可以翻译成 有可能会怎么样 但事物做主义 人做主义的话翻译成 承诺怎么样 I promise to do it 我承诺答应要做这事 但是事情做主义的翻译成 有可能会怎么样 it promises to be warm today 今天可能很暖和 在这事物做主义就可能了 可能怎么样呢 可能会揭示这个谜底 揭示这个谜 放在一块你看 两位法国地球物理学家 开拓突破性的这个研究 可能会揭示这个谜 你看吧 新三册四册把它弄通之后 这些阅读跟玩意一样 特别轻松 就看明白了 好 这是这个揭示了 这个搭配很形象 就是像什么什么 投射上一束光线 不能看到真相是什么了 这个揭示用的是视觉原理 用视觉原理的搭配非常多 咱们回顾在32个 还有一个跟他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叫被发现被了解 这搭配叫come to light 叫被发现被了解 为什么呢 来到的光线里边来了 原来在暗处 大家没看到 但要到光线里边来了 不是被发现了吗 也是用视觉原理 咱们复习一下 在第32个 150页的19行到第二场 150页19的二次 他说from this the captain was able to piece together all the information that had come to light 从这个东西 这个船长就能够把所有这些 已经被发现的信息 拼凑到一块了解事情的真相 你看come to light 就是被发现被了解的 这是主动表达被动的含义 这个是利用视觉原理 咱们再复习另外一课书 就是21课 就是106页第二段的第一句话 106页第二段第一句话 One of the most colorful figures in boxing history were Daniel Mendoza 在丹尼尔曼多萨 是全级历史上最多姿多彩的人物之一 这个colorful 本来是表示五颜六色的鲜艳的 派生意表示多姿多彩的 引人注目的 是不是跟视觉原理相关 如果这东西赤橙红绿青蓝紫 像彩虹一样 五颜六色 大家当然吸引大家眼球 所以引人注意的 多姿多彩的 因为这个词是非常贴切的 也是用视觉原理 再比如我们再看另外一句话中 体会一下 The devastating floods of two years ago pale in comparison with last week's storms 这个两年前 这些破坏性的大洪水 与上星期的这些大暴雨相比 就相形见处了 你看这个pale 我们知道做形容词 本来表示苍白的 脸色苍白的 做动词叫变苍白 in comparison with 与什么什么相比 与什么相比变苍白了 旁边那是彩色的 这个往旁边一看 变成苍白色了 是不是叫相形见处 也是利用视觉原理 这个大家可以记下来 叫pale in comparison with 叫相形见处 或小屋见大屋了 表示另外一个东西 可能危害更大 注意这一般是贬义色 危害更大 叫小屋见大屋了 好 这也是用视觉原理 pale是变苍白的意思 好 这个第一段 我们跟老师就学到这儿 好 下面我们接着来看第二段 第二段的第一句话说 up to now historians have assumed that calendars came into being with the advent of agriculture for the man was faced with a real need to understand something about the seasons 咱们这句话比较长 先看看语法结构的分析 up to now 是借次端语当时间状态来用 叫迄今为止 怎么样呢 history have assumed 就历史学家们都以为 这个assume是假定或以为了 然后后面呢 这个逗号之前的写题字 that calendar came into being with the advent of agriculture 是做assume的宾遇从具 这写题字是宾遇从具 那宾遇从具里边 这个with the advent of agriculture 是一个借次端语当 宾遇从具里边的时间状态 随着农业的到来 这个日历呢 就产生出现了 然后后面从for开始到剧末 明显是一个原因状态从具 为什么呢 因为在那时 人类面临着这么一个真正的需求 这个be face with 还是面临着 而且尤其是不好做的一个事 困难的事 什么需求呢 后面这个动词不定是to do 画横线的部分 是后置能与修饰前面名词feed 这个need 来干嘛呢 了解有关季节的 这个情况的需求 因为那个时候农业到来 要春耕秋收 所以要了解季节更替 日历就随时产生了 所以期间为止 历史学家都以为是这样 咱们以前曾经说过 assume这个词 有贬义词的味道 如果咱们在文章中 看assume这个词 它一般强调没有什么证据 而且一般暗示是错的 是不合理的 本文中确实 这个看法是错的 注意啊 assume这个词 有贬义词的味道 它暗示是错的 不合理的 而且暗示没有什么证据 所以你看了解这个词法 对咱们阅读啊 拿到高分是有帮助的 好 另外我们看一看 这个up to now 简单 就迄今为止 咱们在原来那个 那个 在其他课文中 曾经学过 尤其是那个 这个可爱的怪人 三十一刻 到他死的时候为止 这个这个 他 李查德·科尔森 都是我们的名人之一 见过 咱们看后面那个 come into being 就开始存在 产生了 come into being 就开始存在 产生了 就start to exist 开始存在了 这个come into 表示进入什么什么的状态 这个being 就是存在 活着 这个状态 以前没有 现在存在了 有了 活着了 所以come into being 就存在产生 这个大家还记得 我们说这个 必动词本身 就会表示存在 或者活着 这个意思 咱们复习一下 咱们以前说过 在哈梅雷特里边 这个著名的 自言自语的话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 这个不能 反正是或不是 因为反正是 西动词后面 都有表语 这后面没有表语 他让普通的 十一动词来用 反正是存在或活着 是生存 还是毁灭 这还是个问题呢 这个必动词 表示存在或活着 再比如说 迪卡尔说那句话 I think Therefore I am 我思 顾我 顾我在 对吧 不能发现 顾我是 因为我是 后面没有表语的 这个必动词也是 存在或活着 come into being 表示开始存在了 就是以前没有 存在或者产生了 我们在复习家 29核里讲过的 came into fashion 当然 动词也是 come into fashion 是表示 开始流行起来的 这个进入到 流行的状态 come into fashion 开始流行 come into use 开始得到了使用 也是进入了 被使用的状态 这use是名存 还有呢 come into effect 开始生效了 这个effect不是有效果 那个效果吗 还有像come into blossom 叫开花了 blossom表示花朵 开花这个状态 come into 进入这个状态了 本分钟 这开始存在 什么时候 with the advent of agriculture 随着农业的到来 咱们钻研一下 这优美词会advent 这个advent这个词 在这本来是表示 耶稣降临节 耶稣降流的人间 是个重大事件 所以派生意 可以表示重大人物 或者事件的到来 重大人物 或事件的到来 这个搭配一般都是 the advent of something 或the advent of somebody 某人或某事物的到来 一般是个重要的事 比如说 先看事物 the advent of the steam engine herite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蒸汽机的到来 宣告着 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蒸汽机时代开始了 这个herald 也是个优美的动词 就宣告着 某个事情的到来 我们可以大声读一下 这个动词 herald herald 宣告着什么什么 就宣告了 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可以用它 我们再看一个 跟人的例子 with the advent of the new chairman the company began to prosper 随着这位新的主席的到来 这个公司呢 开始繁荣了 prosper 动词繁荣 它的名字prosperity 咱们以前见过 还有新的词prosperous 我们叫OUS 随着某人或某事物的到来 可以在前面加个with 那本文中 with the advent of 用的是什么什么 随着什么什么的到来 这个advent绝对不是唯一的选择 表示随着什么什么到来 如果咱们一篇作文中要替换的话 能替换出哪些词呢 好多嘛 比如说with the coming with the arrival of something 随着什么什么的到来 对吧 用这两个名词可以 只不过呢 它没有这advent的词性 就是词意这么重了 它未必是非常重大的人物实践了 而advent语意更重一些 还有呢 with the birth of 随着什么什么的诞生 可以吧 甚至可以用with the genesis of 这一般也是 某个重大人物或事情的诞生 或到来 这个genesis 是圣经旧约的第一章 叫创世纪 就是genesis 我们圣经分 the old testament 还有the new testament 就是旧约和新约 旧约是上帝在天堂的故事 新约是上帝在人间传教的故事 中间就道成肉身之后 到了人间 新约开始了 旧约的第一章 就是上帝用七天时间 创造了天地万物 这个故事 所以什么什么的到来 什么什么的诞生 可以用这个词大声度一下 genesis genesis with the genesis of something or somebody 也可以表示重大人物或事件到来 这个都可以 这个可以替换 这个随着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 这是我们二十二个讲过的一个重要搭配 咱们复习 随着春天的到来 with the coming of spring 随着圣诞节的临近 临近怎么说 with the approach of christmas 随着圣诞的临近 注意 他先说临近 后说圣诞 跟中文语是烦的 要注意 还有随着战争的爆发 先说爆发 with the outbreak of war 他来自break out 到来outbreak 是名词爆发 随着这个科学的进步 with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随着科学的进步 再比如说随着证据开始慢慢积累起来 能不能这么说 with the evidence began to accumulate 不可以 二十二个说过 为什么呢 同样是随着 这个with一定是介词 而你后门跟从句了 说明with在当连词 它是不能当连词的 连词的随着是哪个词 复习第一个 随着证据开始慢慢积累起来 动员的专家觉得必须要调查了 在这里面这个s 同样是随着 但它后面可以跟从句 因为它是连词 而with一定是介词 注意 同样是随着 在英语中 这个表达比中文要细腻 注意词性 不要用错 好 后面说因为人类呢 面临着be face with 就相当于第八行中 咱们讲过那个be face with 面临 一个真正的要了解有关 季节更替的一些情况 后面说 recent scientific evidence seems to indicate that this assumption is incorrect 最近的一些科学的证据 看似表明啊 这种设想是不正确的 咱们说了 assume assumption 这个动词和名词 都有贬义词的味道 它暗示是不正确是错的 阅读阵定中看的这个词 咱们知道 作者给都是贬义的含义 它暗示不正确 那么最近的科学证据 再次强调 evidence一定是不可处的 然后表明 indicate 表明 这个在二十八课咱们见过 这个表明一般是强调 用语言文字之外的方式 表明 indicate 我们在复习在二十八课里面 一百三十四页的第十七行 一百三十四页的十七行 I shook my head and held up five fingers indicating that I was willing to pay five pounds 我摇了摇头 并且伸出五个手指道 表明 我愿意出五英磅 indicate表示 表明表示 但一般是用语言文字之外的方式 在三十八课 和我们的二十八课 两次出现 用法都是正确的 好 那究竟这个日历的产生 是如何出现的呢 在第三段作者就给大家揭示了真相 第二段我们先看到这